澳洲央行在今天再次加息 但是这一次市场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发生恐慌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Mike 今天我们知道澳洲央行在下午两点半再次宣布加息0.5% 这样一来的话 澳元的标准利息达到了目前惊人的1.85% 仅仅在四五月之前 澳元的央行标准利率才只有0.1% 也就是半年之内 疯狂加息到现在接近于2% 但是这次加息过后 并没有出现像第一次第二次一样市场的急剧股市暴跌 或者是民众情绪恐慌 相反 澳洲两百股市反而在加息声明之后 还轻微上涨了15个点左右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一些基本的数据 这一次央行说到 他们预计2022年也就是今年 澳洲的通货膨胀率预计可以在年底达到7.75% 比原来的预期高了0.75%左右 但是预计通货膨胀 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见顶 然后到明年的时候逐步回落到2% 或者是3%的范围之内 之后预计到2023年 也就是明年的平均物价上涨率通货膨胀 是会略高于4%以上 再预计后年 也就是2024年 通货膨胀率会降回到3%左右 也就是说 大约还需要用两年的时间 会把物价降回到一个平均的水平 同时央行也预测到 2022年澳洲平均GDP增长率约为3.25% 并且在明年2023年和后年2024年 澳洲的GDP增长率预测为1.75% 大家注意看上去GDP是3.25和1.75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通货膨胀率 现在实际上是高于5% 明年要高于4%的 扣掉了5%或者4% 实际的GDP增长率是什么 负数 那么同时在解释到 为什么会有这些数据的背后 澳洲央行给出了他们的假设 他们说到 目前全球的因素很大程度上 是解释了为什么会通胀 说白了就是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的疫情的控制的政策 以及其他地方的对于旅游的限制 但是由于目前澳洲境内强劲的需求 以及紧张的劳动力市场 换句话说就是找不到人 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的产能限制 导致现在对于澳洲本地市场的价格 普遍造成了一个上涨的压力 另外澳洲今年的洪水 也影响到了农作物 尤其是蔬菜和水果的价格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央行的一些话 以及他们的经济数据 几个观点我来说一下 一就是通货膨胀 虽然现在数字很高 但是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如果央行预计没有错的话 就会见顶了 之后就会缓慢的下降 也就是说 虽然说现在的利息 从现在的8月份 还要加至少是1到2次到12月份左右 但是如果明年年初之后 这个通货膨胀率不再上升 那么再过3到6个月左右稳定之后 当时的澳元利息是高于3%的 很有可能央行会实施政策把它降下来 我们知道通常的正常来说 基础的澳元的利息 或者是央行利率应该控制在1.5%到2%左右 防贷利息 大家可以算一下再加2.5%左右的基点 那么刚才的一个点判断是基于了三点考虑 一就是预计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会在今年年底之前结束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预测点 第二 中国目前一直实施的坚定的清零政策 会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左右 逐步开始放松 到明年开始 国门开始逐步解开 是基于了以上这两点判断 因此如果这两点判断发生变化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通货膨胀率到明年年初 还是降不下来 第三 说到澳洲境内因为现在的失业率很低 也就是说几乎人人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工作 就算你是白领工作找不到 你咖啡店的工作也是非常好找 因此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可能 但是经济的停滞不前 因为贷款率太高 房贷太高的话 大家没有余钱可以消费 经济停滞不前 或者是轻微下跌的可能性是有的 也就说明大灾不太可能 小灾小毛小雨是有可能 所以说以上这三点 就是今天澳洲央行在发布消息之后 我们得出的三个总结 你看懂了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 我是Mike 欢迎收看我们的GoMax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